每个民族的古老艺术终究承载着一个民族的信仰 更寄托着这个民族根深蒂固绵延不绝的血脉精神 我们都讲楼佛新山是杰林谷的发源地 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说新山人未必知道是杰林谷 律师的车轮滚轨向前 你是否已经迷茫在现代科技带来的新鲜刺激中 而早已丢失了那份溺而不滋的古老文明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考了到底要不要继续做 我是要放弃那时候 当24个古艺桶敲响 并是敲出了华夏亘古文明延续的波澜壮阔 这一机翼无助 翘楚的是新旧文化的碰撞 交融与共生 是鼓手赤诚的热爱 是华夏儿女脉脉相承的文化自信 是杰林谷 由我和陈慧崇老师创业 中华民族是一个各种的过籍文族 从新年年宵 动物节 气球节 当文族的故事能够更好的激动 这个节日的情绪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从机会 想到应该更多的故事 就把一套二十四节气 二十四节气 这二十四面固代表了中国农历中二十四个节气的轮回 运证了书法家的期许 二十四节令户 自1988年成立以来 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这一面面谷 ผ уч买 承软 承载着它一步步走来的 纵火相传 散歌 然而 尽管二十四节气谷 起源于柔佛州 是马来西亚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 但当地人 似乎对它支支甚少 对我来说 西山谷队最主要就是要 把南马区 我们讲柔佛区 这一区的谷队的发展 把它做到最好了 然后也传播到 给更多人知道 更多人认识 柔佛兴山是杰丁谷的发源地 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说 兴山人未必知道 而是杰丁谷 不仅是其他种族 华人群体也并不了解 这种艺术形式 他们甚至对此 也有所误解 最大名思就是觉得 杰丁谷是来自中国的 因为很多人都会说 杰丁谷是用的东西 我们讲谷 讲节气 讲书法 其实都算是源自于中国了 但是真正把这三个 我们所谓的元素 把它连在一起 成为一个演出形式 是在马来西亚这里开始的 此外 人们还会把谷和武师联系起来 却殊不知 二十四杰丁谷 是一场专门以谷为主题的表演 在新冠疫情期间 新生谷队也曾试图 像其他教学方式一样 组织在线课堂 但二十四杰丁谷的精神 无法通过在线方式进行传递 就是在疫情的时候 可能我们会发现到 有一些东西还是可以线上做 杰丁谷可以 但是可能它比较存在于个人 就是教练可以一对一的去教 但是它没有办法一对十个去教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在思考说 是不是讲说杰丁谷就不适合这个东西 我们在想 好像就是因为杰丁谷的精神 就是要很多人一起完成这件事情 另外 他们仍在寻找 能帮助他们宣传二十四杰丁谷的营销部门 可能还没有找到所谓适合的合作的对象 现在现今的时代 很多人都向往可能科技 都善于看玩手机游戏 滑手机 都不爱来训练这种打鼓 我觉得现在现今的社会最挑战 挑战我们这些文化工作传播 尽管继续挑战 但二十四杰丁谷的精神 和鼓手的勇意笃行 将确保这项艺术精巧不衰 作为一种依靠团队进行的表演 其演奏形式与其他乐器截然不同 他需要精准的鼓手数量和表演条件 除了打鼓 表演者也需要进行扛 跪滚等动作 并将其融入在全套的表演中 编排一套完整的节目 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受伤也是常有的事 特定的一些运动伤害是肯定有的 就是比如因为我们一直打鼓 所以我们的手就全部都是伸茧 这是很正常的 我打鼓打鼓会挑到手指 也是很正常的 也不是讲你打球就不会打到手指 因为有时候还是会发生一些 你不可控的一些因素存在 还是会有的 许多鼓手都曾因遇到困难而选择放弃 只需要鼓手拥有刻苦的精神 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力 我最近是感受了一点点伤 可是我还是没有想要放弃 我只是希望那个伤 不会影响到我家事的表演 除了极具疲惫和挑战之外 家庭也是导致鼓手放弃的原因之一 然而由于家庭问题 新人教练愈开 一度想过放弃 家人健康出一些问题 然后一个大长辈就有外婆也过世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思考 到底要不要继续做 我是要放弃的那时候 就是17年的时候 最终他选择了留下来当教练 为了让家人理解他的事业 他甚至给家人买了票 并在排练和演出时 竭尽全力 然而一些鼓手的家人仍然不同意他们的选择 他们会开始担心就讲 这个真的是可以让你生存下去的吗 他们会开始反对 但是我还是本身坚持在这个领域里面 我也尽量让他们看到我坚持在这个领域不是一个错的事情 不仅家人 就连朋友也会影响鼓手的选择 大多数人会想要放弃这个文化的话 一般上都是因为朋友 他们可能会觉得 这个文化就是只剩我鼓手一人 我身边没有朋友了 所以我就也选择退出 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欣慰地得知 也有一些家庭支持鼓手们的决定 就我也是很感谢我的家人 因为他真的很支持我 就是打解铃鼓 然后最近的那个鼓动性上的表演 他们也是有来支持过几场 在一剑成为鼓手的过程中 他的父母和朋友都给予了他极大的支持 他们也是很支持 就会觉得你打工很帅 和一剑一样 世贤也有一个支持他的家庭 等他们得知识贤的愿望 是做20次解铃鼓的教练时 依然选择无条件支持 并鼓励他的决定 家人是非常非常地支持 他觉得 诶 竟然我这么喜欢推广 这种文化坚持 然后这么多年 他就支持我去搞这个文化这样子 正是因为他们对于 20次解铃鼓的这份热忱和坚持 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 才正在被代代相传 并奔涌在历史的长河中 生生不息 尽管20次解铃鼓 在马来西亚先为人知 但它却也在全球传播开来 在2002年的时候 其实开了多两个是在非洲 大概是这两个店 一个叫斯瓦地尼 一个叫莱索托 不仅在斯瓦地尼和莱索托 澳大利亚 新加坡 柬埔寨和泰国 也有古兑驻扎 由于新山古兑在中国 新加坡和美国等其他国家的精彩演出 世界上也对20次结铃鼓赞上有价 我们去过澳门 也去过中国广州 中国超州 中国全州 其实我们都去做过演出 就是跟当地的鼓团合作 当然还有三游妹 跟猪人类人鼓剧场 一起去过法国这演出 这也是演出的部分 在所有的巡演中 鼓手们对法国的印象最为深刻 在这场东西方文化精彩绝伦的邂逅中 碰撞出的 是鼓手与观众间这份交流互见的情怀与感动 他就抓住我的手 他就跟我讲一连串的法语 就好像泪汪汪的感觉 就是说 那个刚好我们有一个团员是知道 会听得懂法语的 他就说他很激动 看了我们的表演 他很感动 我就被那一刻感动到 令人高兴的是 如今已有更多的国家 愿意张开双臂 接受并欣赏24节铃鼓 教课的部分的话 我们也去过中国潮州去教课 新加坡的一个运动学校也是有去过 然后甚至说 我和四十年教练 去年我们也去了非洲 也是去教课 然后我今年头也跟另外一个教练 去英国 也是当成做一个节令国的推广 越来越多国家的人 愿意了解并学习24节令 可见他们的宣传教育和培训 已取得了佳基 尽管如此 要确保24节令鼓的传统和精神 能在不同国家中得到传承 有三大要素 需要严格遵守 24节令鼓最主要是 它的那三个元素 就是24节气 书法 还有鼓 所谓的24节令鼓就成立了 然后其实加上其他的元素 是看你怎样去把它融入进去 如果你把其他的乐器加进来 还是没办法融入进去的话 它就是好像在破坏一个原有的东西 我们鼓励增加新的元素 以进一步增强24节令鼓的口碑 不过至关重要的是 需要确保这些元素 不会破坏24节令鼓的本质 等待地方都不满意 就写得了 个品 recht 塑布 越迦 瑾 突然 193 今年的35週年初期 叫做三五成奇 五花天下 馬來西亞很多鼓手 但畢業了到世界各地去升學 不管是美國 英國 或者是中國 包括是新加坡 他們去升學 就在大學他們就大學成功 所以這個五花天下 我們想像的一個鼓手 就好像一個鼓鼓鼻的 風一吹 它就飄了 那麼掉在哪一個土地上 它就佔了起來 所以二世傑立鼓的創破 其實是大有這樣的一種性質 我覺得是很棒的一種 綜合文化的創破的一個方式 二十四節令鼓流傳至今 已有三十五年的光景 三十五年的征榮歲月 永不停息地交流融會 閒各不處 新火相傳的匠心乳盤 在不停息地追尋與鑽研中 將古聲傳至千載 將文脈存至萬年 三十五年的征榮 都聲音樂 成功 審慈患 三十五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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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